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国民党总统败选后 做出最大的改革措施 竟然是把最忠贞的铁票部队 黄复兴党部裁撤掉 引发反弹风暴 虽然朱立伦说 绝不是消灭黄复兴 但黄复兴的正副主委双双请辞 而且今年适逢 黄埔建校建军百年 党中央却切割黄复兴 很多老兵伤心 遇百个群组炸锅 扬言退党 不过现任的陆军官校校友总会长 罗继琴他就发声了 他呼吁党员广妖入党 不要退党 我们要选出英明神武的主席 这意思是要威胁朱立伦吗 国民党现在虽然够戏 国会群魔乱舞 宪法学者不分区立委翁晓琳 提出这个总统两轮式的投票 被外界嘲笑输不起 气得反呛 去买我的博士论文 但有人发现 翁晓琳的博士论文 竟然是写电影置入行销 兰尾闹笑话又增一力 罗志强质询 入委会主委邱泰三 问了一堆 又不给回答 那等到邱泰三 终于有时间回答了 罗志强却跑了 还赶场质询到 差点跌倒 兰尾怎么会把自己搞到 球胎摆出呢 另外 基隆市府霸王硬上攻 已经登记东岸商场 二到四楼的产权 那谢国良被问到 呵呵笑了三声 背后还发动 罢免议长同姿委 昨天两人握手破冰 谢国良真的有罢手吗 停车场标案 低价得标 谢国良说 通通不知道 这市长会不会太离谱呢 那夸张的还有 台中市府变成 不动产公司吗 蓝白人才互相流通 坐视大小蓝的走向 台股冲上 史上新高两万点 台积电新高 将近八百元 打脸蓝白在选前的话语 最近《学日发展》 今天节目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苏巧慧 中江豪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江豪大家好 还有在国民党 台北市医院林明贤 大家好 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中江豪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豪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 这国民党通过组织改革 要整并裁撤了 黄复兴党部 那虽然朱立委员强调 这绝不是消灭黄复兴 但是党内反弹 看起来是越来越大 从昨天传出说 要扬言退党还有退群 最新发展是 我们看到这位是现任的 陆军官校校友总会长 也是他们之前 黄国良党部的前主委 罗继琴就发声 他们还是呼吁 党员要光摇入党啊 然后选出英明省武的主席 他就是说建议 大家留在党内 你如果退党成了外人 你这党内就毫无发言权 所以呢 这所谓的选出英明省武的主席 请到瑞德哥 这什么意思 这是在逼供朱立伦吗 为什么叫做黄复兴党部 因为严防子孙复兴中华 这个就是当时 他们成立军中的黄复兴党部 用黄复兴做名称的原因 那事实上呢 那么这次朱立伦 突然间无预警的 就在此时此刻呢 下令把这个黄复兴党部 虽然他嘴巴 跟国民党发言人 他们嘴巴都说 并不是把他裁测 是把他这个大家 扩编 组织改造改革 你说改革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 黄复兴这个组织 留着 那么对你改革 会形成障碍嘛 一定是这样 不然你改革他干嘛呢 你为什么不改革别的嘛 所以呢事实上呢 那么黄复兴党部 表面上是在组织工作部 下面成了一个什么 退除 退除以务 没有说一大堆啦 事实上就是把他给 贬低降低 他的这个影响性啊 还有除此之外呢 把他打入其他的各县市 就是把他稀释 他的影响力跟能力 那为什么这样做 当然站在民主的发展史上面呢 那么你把这个 黄复兴党部留着 变成一个怪兽 为什么呢 有一年 中国国民党要选这个主席啊 那么是由党员投票嘛 那一年突然间规定说 要有这个缴党费才能够投票 就没想到当时哦 在当时登记的时候 总共有22万多人 可以投票选党主席 竟然有17万人 是黄复兴党部的 后来被抗议了以后 为什么 因为65岁以前是75岁以上 缴交党费 后来变65岁以上缴交党费 还有40年党零缴交党费 因为黄复兴党部 很多都是军人 军人很早就加入国民党了 很多读校读官校的时候 读军校的时候就加入了 所以他们几乎都不用交党费 那我问你嘛 22万人可以投票 17万人是黄复兴党部 而黄复兴党部 又是铁杆中的铁杆 深蓝中的深蓝 一呼百诺 他的这个等于说 黄复兴党部主委下令去投票 他们的投票率高达八成以上 对 那他要谁当主席 就谁当主席 那就会绑架了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朱立文吃时候 要把他裁测掉 我问你在过去的 几次的投票里面 请问 那么包括吴敦毅 包括这个等于说 这个 郝龙斌 他是黄复兴党部 他爸爸 郝伯春 大家都说是军阀 军头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也没有当选主席 可问题是 那黄复兴党部 就这一次几次的选举里面 就是唯一不会力挺朱立文 他们对朱立文是存疑的 尤其是越来越存疑 要不是去年朱立文 是推出这个 等于说郝友宜的话 他们其实你记不记得 去年过年前后 那朱立文的这个民调 调到个位数啊 那他们里面深蓝的人 深蓝的国民党的 这个黄复兴党部 他对朱立文是有很多的意见的 那朱立文这个时候 趁这个时候 把这些前面上 前面的石头 全部都搬开 都清理掉 那黄复兴党部啊 事实上呢 想来很可悲啦 为什么 因为呢朱立文 如果你这样干的话 你刚才选6月16号好了 为什么 6月16号是黄埔军校 建校100周年啊 你选在100周年前夕 干掉黄复兴党部啊 这情何以堪啊 对啊 所以炎黄子孙 护兴中华 遥遥无奇啊 你自己党部都被干掉了嘛 建校百年的时候 把他裁掉 他们在 他们以前在军中 是有这个等于说党部的嘛 过去这个 过去礼拜四早上 举光日 礼拜四下午 开分组讨论 国民党坐一边 朝那边去开会 然后不飞国民党的 旁边去 国民党自己人 自己开会 就是这样子 那是他们军中党部 在学校的时候 校园大学 也是有党部啊 我还记得 我读世新的时候 世新的山洞 景美的校区一进去 最大的 永远最前面 最大两位 这个堪棒都是 国民党的这个 世新的党部嘛 然后呢 他在警戒里面 有党部 他们警戒党部 叫做刘中兴党部 就是小弟 我干掉的 很简单 我来自由18 用半个板 干掉他 因为什么 台北市警察局的副局长 跟刑事警察局长 两个人要抢 中央委员 要选中常委 就对了 还在 还各置很多的 这个等于说 警戒的高阶警官 还在自己的警察局里面 为了这个开会 你们搞错啊 你是国家的警察 不是国民党的警察 那问题来了 朱立伦要选连任吧 对 那党主席这个时候 他要把他拆车掉 他就跟他堵 为什么呢 各位记不记得 这几次以来 包括要逼朱立伦下台 到现场的 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 都只有十几个人抗议而已 他看你没 我讲坦白的啦 我在这边坦白的讲 他就看你们 黄富星党部没了 你们只敢叫 你们不敢造反 很简单啦 今天中午有看到一个说 呼吁说不要退党 对 那加入了以后呢 艺术的明年党主席选举 大家选出一个 英明的什么主席 英明身份的主席 他其实隐喻在背后的艺术 就是要给朱立伦好看嘛 对 那我们就等着 看看你们黄富星党部 有没有这样的尬死 跟能力跟凝聚力啊 对 八百壮事都是黄富星党部的 是 你们很强大 很强悍 个问题是 每次下面一百多个群组 大家在那个 那个 在那个 脸书上面骂骂 对 你们就没有人敢造反啊 朱立伦给你 看破咖手 而且其实讲坦白的 明年 明年 那么有可能跟黄 跟这个朱立伦出来 竞选党主席的人 听说就是黄富星党部出身的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前 把前面的石头给拍出的原因 是 到时候是不是一场好戏呢 因为今年适逢黄埔创校建军百年 这个时候你党中央 确实要把他裁测掉 很多老兵都是伤心的 所以现在引发的党内的反弹 已经有人出面来 呼吁就说大家不要退党 来来建民哥 不要退党的结果 刚刚这个 这个瑞德哥也说了 有十七八万票 那这个票是不是足以影响到 党主席选举吗 朱立伦这个时候 真的不怕这些 这些什么 忠贞的党员翻盘吗 还是说如李勘所说 哎呀早就吃定你们 做不了什么 起不了什么作用 李勘在这时候 说这句话实在是太直接了 因为李勘在选前的就是说 你们这些黄富星党部的人 不要一直跟着国民党走啦 其实这个真正能照顾你们的 应该要选择下一个新的总统 就是赖清德 曾经有类似这样的言论嘛 那这次呢 就看到黄富星党部 这次被助力人 这个冷血的处理掉之后呢 果不起来让他说了 你看看吧 当时如果你们敢去投赖清德的话 那这个国民党就会在乎你们了 你们真的是有办法 这个抗拒有理 对反对有效 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啦 因为你叫这些 忠贞的国民党 他们去投民进党 这是不可能的 我前阵子 前阵子还有一些南部的朋友 都是我们这种所谓深蓝区的 他们就问我一句话说 北部有位市长做得好不好啊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 你为什么认为他做得好不好呢 他跟我说 因为他是蓝色的 他因为是蓝色 所以做得好 但我特别谈这件事 是两个方向来介入了 第一件事情 你今天要把人家猜测 是不是应该要先有些沟通 至少你要让主委知道嘛 主委找过来 我们大家谈一谈 说我有这个想法 因应这个未来要发展年轻人趋势 还有这个可能党部 因为朱连说 绝不是消灭黄父亲 那为什么政部主委要辞 要双双情 因为后面内容是说 你看地方主委都没有薪资啊 但党部主委 我每个月要付七万块 你这时候把七万块拿出来 这些军人可是有骨气的 好歹我也是有这个退休凤的 你拿七万块来羞辱我 当然一定车啊 你知道他们这次做了两件事很糟糕 第一件事情你要撤人家黄父亲党部 你知道朱立伦怎么说的 我念给你听啊 袁文照说 这几十年啊 新世代的退休的这个退伍军人呢 基本上都没有加入国民党 直接讲说 就是说有黄父亲党部之后呢 你知道这几十年来啊 就是这十几年来啊 很多这个 我们说很多人有退伍嘛 那些退伍的这些人呢 都没有加入你国民党 那我要你们放心干嘛 至少你要延续香火 你要裁测人家 还给他僵这一军 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后来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们内部还说一句话说 哎呀他们党部主委很贵啊 要有这个党部很贵啊 党部主委要七万块 你拿钱来修人家 第一个你修人家说 你没有办法增加新的党员 第二 所以他们现在说嘛 我们增加新的党员 让你这个选出英武的这个 英明选武的主席 就是因为你讲的这句话嘛 过去十几年退伍军人 绝对没有 绝没有参加国民党员 绝没有 我想多多少还是有几个嘛 还有绝没有 是不是修人家 修人家黄军党 不知道只是 黄军党是一群人而已 但是最近的事情是什么 就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啊 还记得郭台铭的造势 在南部哪里造势的 就在我们左营眷区耶 而且人很多耶 当时朱立伦的性命 早就想过嘛 我只是走一趟而已啊 你们还当真啊 而且气势还南部 一直往北吹啊 那还跟这个黄金平合作啊 那你觉得 那一批应该也是属于 韩粉的那一批吧 对啊 当然就是韩粉的那一批啊 好那 那回头今天事 不要记得韩国瑜也是可能 未来的党主席的竞争对手啊 所以一次杀啦 不用说什么了 所以他就 简单一句话嘛 你今天把我们拉下来 拉下来 你拉下来 你没有错你拉下来 你还特别说 你在主发会下面设一个 所谓的军人部 简称叫黄富星党部 你把我拉在主发会的下面 而且还不叫黄富星党部 叫做什么军人部 这什么逻辑啊 你要知道我们前的生活 在那环境里面 我爸还是老兵啊 讲到黄富星啊 那个血液会 讲白了 黄富星等于是个神主牌 是 你现在等于把神主牌 给他弄掉了 什么叫做什么 退伍军人部啦 蒋介石过世 对于这些老兵 他就已经伤很重了 所以他们的心思意念 都是放 就是这些老兵的主席 都是放在黄富星 他们生活当中 如果觉得哪里不开心 或者想要去得到哪里 慰藉 他们是到黄富星 跟着这个党部主委 大家手把手 然后一起聊 这个国家大事的 你要把我退休的老人的根 拔掉 我跟你讲 这股怒气啊 绝对 我这样讲 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看起来是风鸣浪气 这个怒气是很厉害的 但我要特别体验事情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 朱律元很清楚嘛 这个已经有 媒体人就说了 他摆明一件事嘛 将来要选总统啦 所以把黄富星党部拿掉 把这里清一清 黄富星打掉 第一个 卢秀燕是这个 我们知道卢秀燕是 捐区选出来军人立委嘛 韩国瑜 韩粉也是黄富星的嘛 那这个一拿掉之后 不得了了 其实基本上来说 你打散到各个党部的时候 你怎么团结在一起 我在想 为什么人家说 打散还是在 没有 你今天有党部的时候 这个 于北人将军清楚了嘛 因为有党部的时候 这群人是 他们有一个凝聚力 有一个这个目标 现在没了 有一个党部在这地方 有固定他们最常去吃的餐厅 然后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的地方 当你打掉的时候 三无 三无之后 这些人 他们当然会觉得一句话 你们是怎么样 你们这个党做起来 是我们黄富星 现在你这个党 为了什么未来 把我们黄富星一脚踢开 所以这个故事我跟你说 恐怕现在刚开始 还会继续上演 还一定上演的 对 王富星对于许多的这些老兵 真的是有长久深厚的感情 那是一个寄托 那现在打掉之后呢 四散了吗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 立法院长韩国瑜 因为今天刚好是妇女节 那他呢就送女性立委 还有这个媒体 还有阁员都收到一盆花 好像还不只是一束玫瑰花 感觉上是在拉拢人心 一三兄 这看起来真的是 强烈的对比 人家觉得韩国瑜真是温暖 那朱立伦却是这么的人血 把黄富星给裁测掉 对一个叫做打散重组 一个叫做送花送暖 这个当然也有差距 如果韩国瑜选党主席 可能现在就一堆党员 都要让他选党主席 但是重点是韩国瑜 不能选党主席吗 因为立法院的院长的规定 就是要中立 他就不能参与党务 所以韩国瑜不在所谓的 下一届2025年的 国民党党主席的名单里面 比较有可能挑战 就是赵少康张亚中 跟所谓的卢秀燕 当然以卢秀燕的几率最高 因为卢秀燕 现在是被称为国民党的共主 台中从6比2变成 2比6变6比2 所以总统选举 立委选举都浮选的 不错的情况下 卢秀燕变成国民党的共主 是可被期待的 但是重点来了 朱立伦为什么要做 所谓的财测 所谓的黄富星党部 这个动作 我其实有点不解 因为人还在 也就是说 即使他四成 过去四成是投给张亚中 那也有五成投给你 那你这一次可能会把 假设朱立伦要连任的话 你可能把黄富星党部 你的选票变成零了 因为你把黄富星等于是 虽然他不叫财测 他叫做更名重组降阶 然后打散重组 虽然不是说 把他全部变成零 但是你就会形成一个 我的神主牌被你拿走 我的黄富星这个名字被你拿走 就跟所谓的 为什么送玫瑰花 玫瑰也不能吃啊 但是就是感到温暖 那你再讲再多说 我没有排测黄富星 我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资源都这都还在 但是你把名字拿掉了之后 就会引起所谓这些 退伍老兵们的一些不爽嘛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朱立伦 明年的主席连任 我觉得是有危机的 因为现在可能 黄富星党部的人 包括这些主委 可能很多的军人 过去的黄富星党部出身的 所有政治人物 都可能挑出来想 朱立伦你现在是不能选了 朱立伦不要选了 甚至开始会聚集起来 共所谓的新的共主出现嘛 不管是张亚中 赵少康还是卢秀燕嘛 一定会分力去找 所谓未来2025年的 所谓的共主 而朱立伦从财测 黄富星党部开始 就开始颇角了 因为我觉得 我判断2025年 他的党主席已经没救了 因为这个的政治动作 自断手脚 自断手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重点是 你对于国民党 黄富星党部 对国民党的选票的忠诚度 过去都是高达80 90 其实民众党 已经不断的在渗透 所谓这些军系立委 或第二代的人的一些 的组织系统 已经开始渗入了 不要忘记柯文哲在选前 其实出席了很多场的 所谓退伍军官将士 过去黄富星党部 这些人的联谊会 他都去 你未来没有黄富星党部 柯文哲可能成立一个 叫黄珊珊党部 还是黄国昌党部 反正只要有黄 我把你名字再重新叫回来 是有可能把国民党 原本最忠诚投给国民党的 这群人赶到民众党去的 而民众党相应来讲 也会做这个动作 所以他已经不只是影响到 所谓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 他甚至会影响到 2028年的总统大选 假设国民党的铁杆部队 全部跑到民众党 甚至一半跑到民众党 那不只是影响总统大选 议员选举 立委选举 总统大选都会不断地 冲击国民党的选举 国民党部份区立委 翁晓林提案打算将现行的 总统大选改为二轮制的投票 那总统得票是要过半 就被外界解读是输不起 反正规则就是改到 让你们选赢为止 但是提案总是会伴随着 政治效益 这是不是翁晓林当初没有想到 虽然是宪法学者 但恐怕政治经验是比较不足的 因为马上就有人解读 你这是不是在卡柯文哲呢 来 瑞德哥怎么看 因为柯文哲今天就有说了 这个两轮投票 蓝营不要那么有自信 谁赢谁输很难讲 我不想对任何人的什么学问 还是论文 还是他的这个学历 那么品头论足 我没有兴趣 因为你们的这个学历 是你们家的事情 那么事实上现在台湾 很多人有漂亮的学历 国外的博士学历 那又怎样 有人有两个硕士 两个博士学历 那又怎样 因为有些人会 为什么呢 我就不懂叫人家 要去读他的 那个相关的那个 博士硕士论文 然后我就不懂 电影里面的 这个自路性行销研究 跟我们现在的 国家立法院的 这个状况 跟中华民国宪法 还有选总统制 有什么关系 对 有什么关系 你叫我们去看 电影里面的自路性行销吗 那跟我什么事啊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不如看今天台股 破历史性了两万点 我跟你说 坦白的 只会读书 书空堕堕 就是学生 随身本色 这样子而已 不知道外面的社会 不知道外面的 真实世界是怎样 那么事实上呢 有关于台湾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的选举方式 能不能讨论 可以啊 当然可以 要不然的话 县华为什么会有修宪 有这个征修条文啊 但问题是征修条文的第二 第二条的第一款 直接给你写明了嘛 中复总统一组人马 然后呢 选了以后 以票多者 这个胜利为总统嘛 里面 他这个翁晓宁 他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写不可以啊 他说那个县华里面啊 并没有写说 不可以这个两阶段啊 他说个人认为 翁晓宁个人认为 没有违宪的这个可能性啊 他认为只要修改选举办法就好 中华民国宪华里面也没有写 我太太每个月 应该给我的林佑前的上线 对 是不是没有写 对 没什么嘛 没什么我就说 太太 这个我要求 下个月开始加两万 可是可以这样吗 对吧 不要命啦 对不对 而且主要是不能违宪啦 问题在这个地方嘛 唯不违宪 不是你一个教宪华的人说了算 我想坦白 能讨论 但不是你说了算 那也是为什么 中华国民党绝大多数的 这个立法委员啊 我觉得他们蛮有意思的 几乎没有人站出来站起来啊 都是委婉的说 还是他的意见啊 我问你 他是部分区立委呢 对 部分区立委是党说 这个他 他会派出来的 代表党的意志在执行啊 不是你个人的意见啊 对 那么事实上呢 有关于这个 为什么要两阶段 我说坦白啦 所以不知道 看完这次算机嘛 他一定把柯文哲 三六九加上这个的郝友宜的四百多 加起来七百多万票 所以他认为说 总统一定要第一轮七百万票以上 才能算当选 这样意思要过半就对了啦 我跟你讲过半不是这样算的啦 不是用你投票率的一半算啦 如果你真的要过半 要有正当性要紧干单 你每一次的总统的这个公民人数 你不可以投票人数 比如说这次是一千九百五十万 你就用九百二十五万而算 挺简单嘛 为什么 你一定要过半啊 我不管你投票率多少 但你没有过半的话 没有招过九百二十五万票的话呢 你一定要一直算下去嘛 这才有过半 如果你要真的讲过半的话 而且重点是柯文哲那三六九万票 就不是投给侯友宜啊 他的生活很天真人 他说蓝白河 他们一定不会去投给民进党 所以呢 所以呢 只要第一阶段 大家都没有过一半 第二阶段 那就把第三名淘汰只留前两名 然后呢 前两名留下来的以后 那那个白的这部分呢 就非常有可能把票灌给国民党 我们就赢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嘛 你太天真了吧 对 所以你今天所有更好玩的是 那么他里面还讲了一句 他论述说 这是为了保障小党 这保障哪个小党啊 你就是要干掉小党嘛 除非这个小党 这个第三党 除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没机会了 不然你就是为了干掉他不是吗 你为了干掉他嘛 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你要你第二轮问你 问你第二轮有可能就是过 第二轮投票数的一半 这有可能嘛 所以呢 事实上 所有的东西能不能谈 可以谈 来修宪 他如果谈说 我们要修宪了 把它改成这样 我没有意见啊 你如果有本事 把它改成内阁制 把台湾现在改成内阁制 跟总统改成两轮 那我们就来修宪嘛 修宪会过 我也赞成 问题是 你有这个材料吗 你连东南的领域就没要听你了嘛 从这个翁晓玲这案例可以看出来 虽然是好像 学历很高的宪法学者 但看起来是欠缺 政治判断 还有社会经验嘛 我们这个稍微在 社会政治界边招挑 大家就知道 你这个论点是有问题的嘛 那只是说 他去呛哦 你去买我的论文嘛 你凭什么来对我 品头论足呢 来 杰明哥 结果被发现 他的博士论文竟然是走什么 讲什么电影制度行销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还以为是读我们什么 高深的一些法学论文了 透过赞助如何置入行销的 法律问题 这个你知道 我今天这么说了 其实真的翁晓玲小姐 女士 律法委员 其实你真的愿意把 你的这个大作 用英文 用德文 出现在媒体上面 那你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有德文翻译的机器 一翻完之后 法律问题 然后置入 然后置入这个 长片里面 所造成的法律问题 那你跟我讲的内容是说 你是法学博士 你跟我讲的是 你对宪法很熟 结果你谈的事情是 如何在长片里面 做些间接广告置入的 法律问题 那这个东西 让我会觉得 你是在自曝七段 我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明明知道说 你的论文跟法学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法律 宪法是无关系的 他竟然也愿意 po在脸书上 让大家匹匹 还叫大家去买 其实我是超过我的想象 你知道吗 今天假设我们今天谈了 比如说 我们都以为真的是 多么厉害的 德国法律 什么宪政制研究 或者是慕尼黑 什么东西 我今天谈了 或者德国近几年的 这个宪法改革之策略 我想说 立正这样 我们讲说 那真的确实大错 我们果然了解 德国的宪政法 就没有 你讨论的只是一个 所谓广告制入里面 所可能产生的问题 法律问题 这个基本上是商业问题 你可能这个论文 其实我坦白讲了 这个法律问题 听起来就不是什么 什么宪法 什么这种 我们说行政法 或者是立法 这种大灾的东西 它基本上是一个 举票 比较一个所谓的 niche 比较一个 就是一个单独市场的讨论 那你把这拿出来 说我们今天讲 这句话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跟你讲 答案很清楚 因为它这个东西 不是给我们这些愿意 去德文翻中文 我今天来之前 还一个字一个字的 去翻过 它不是 它是给这个深蓝群众 你知道现在 欧小林已经成为 这个国民党战神之一了 真的哦 真的 你知道 这样也能成为战神 很火啊 很火热你知道吗 他们常常po什么东西 想po 这个欧小林 独占陈建人 欧小林 让陈建人 结巴 欧小林让陈建人 讲不出话来 现在那个 那个剪那个YouTube的 那个标啊 里面内容 其实讲上对下嘛 那内容是 韩国瑜说 这个委员我们要尊重一下 可是他的下标是下得很猛哦 欧小林独占陈建人 欧小林 我听完之后 那接下来你知道 其实我们是觉得很好笑哦 可是你知道 每次发动战争之后呢 下面一对留言啊 说啊 你看民进党怕你了 所以民进党群起工资啊 小林委员你要加油啊 为国民党奋战啊 他现在在这个深蓝的族群 是很厉害 所以那你要知道 现在网络是这样子 你必须保持你的热度 所以他 我的解读是什么 他一定知道 我们会讨论他这个论文 然后讨论完之后 你看他就会说一句话 这就是法学啊 你看这些跳梁小丑等等 这个妹妹忍不住 因为他是劉德的 所以我们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背后因素很简单 他就要形述 他是新的战将 然后呢 他之前谈的这个 而且一连串的东西呢 符合深蓝的要求 因为深蓝心中很不平衡 他们总是认为 如果第二轮的话 国民党一定赢 因为你看 加上了柯文哲选票 所以原来是投其所好 所以当然啊 因为之后 还是很多蓝营的底层啊 好像觉得你看 我们在立法院 是可以比这个民进党多的 那如果在选举的时候 白的票都不投了 你看赢我们在民进党的 这个立法院选举的得票数 我们一定可以碾牙赖清德 大家说是不是 要不要抽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啦 好了学历当然很好 但问题是 原来现在是对于 他们的深蓝选民 在进行一种洗脑式的宣传 因为是宪法学者嘛 这个抬头一拉出来 哇好像是多厉害 那再来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吴思瑶立委 他就打脸嘛 翁晓琳又来了 你凹不累吗 你是说的这个什么 修宪是1994年好吗 你这个年份也搞错了 还有修宪的时候 就已经否决了两轮式的投票嘛 来美美姐 可以讲得很清楚嘛 这些他的既然是标榜为什么德国什么法学博士硕士等等 但问题是怎么会错误摆出呢 我先修正一下好不好 他是所谓的宪法学者吗 德国念博士叫Promotion 德文OK Promotion 翁晓琳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德文好不好 美美姐也是刘德的 第二个 我告诉你 他写的专题是有关于电影制入性行销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所以他是那个专题拿到博士学位 博士常常是一个题目小题而大作念的经 可不代表他在宪法方面 是专业的权威 他经的是这一项 就好像我的朋友非常好的同学 年轻就拿到法学博士 他是念劳工法的 他是劳工方面的权威 他绝对不会说我是宪法权威 可是因为范老师查了他的资料 上面也写说他是宪法学者 还是他自封为宪法学者 他自己要放下去放 但是不要笑死人 我就是宪法学者 这个是笑掉人家大牙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连几年修宪都搞不清楚 他说1992年 是什么1994 第二逻辑都有问题 学法律的照道理说逻辑要非常好 他硬啊 他说要与时俱进 那很好啊 我们宪法为什么要与时俱进 1994年修宪 就是因为那时候要废掉国大嘛 要总统直选 这不就是与时俱进了吗 结果你现在倒回来说 我要弄国民大会时期的法律 你这叫逗退路 你不是叫与时俱进吧 反而倒退了 反而倒退嘛 都已经现在AI时代了 你要回到手工业时代吗 莫名其妙 第三个再照他的逻辑来讲 更好笑 他说如果能依照这个国大 那个时候当时的原因 要过半数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个逻辑 那这样的话 以当初国民大会时期的原因 那也不用修宪 直接把总统直选废掉 回到国民大会选举 不是这样子吗 国民大会选举 那时候的法律嘛 对不对 莫名其妙 第四个更好笑 他说法律没有规定 法律当时国民大会说要多数 那法律的也没有规定 相对多数就只能一轮 所以我当然可以两轮 笑死人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很明确的告诉你 要两轮选举 要绝对多数 要怎么样怎么样 规则会定得很清楚 没有 那你又说法律没有规定 就可以的话 那我请问你 法律没有规定 不可以随便大小便 你可以随地大小便吗 法律没有规定说 不可以孝顺父母 所以我就可以不孝顺父母吗 乱来 这个不要说宪法学者 这连最基本的法律素养都没有 你扩充文艺解释 你跳脱法律规范 所以你还有点错人家 再来 刚刚所讲的 他打的算盘很美 对就是这样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二吗 就像中江所讲的 选科问者那些人 是看不起侯友宜的 拜托 300多万票怎么没有投给侯友宜 我再来说 为什么当初 而且翁晓琳与时俱进 我现在就告诉你 立法非常重视的 就是立法的严格 当初1994年时候 修宪的时候就有讨论过 那时候有人修正案 真的是提出来说 要用这个绝对多数 要二轮制 当初就被否决了 否决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 各位落实到现实上 你想想看 我们说相对多数好处是什么 简单 明瞭 社会成本低 如果你要绝对多数 义山说的900多万票 你要选到猴年马月 社会成本有多低 而且越选投票率会越低 而且第二个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现在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以这次选举来讲 你说要绝对多数 第一名明明是赖清德 领先第二名那么多 第三名是柯文哲 那第二名第三名说 我们怎么样分招 好我们把第一名干掉 结果到最后 当初拿到最高票的第一名被干掉了 第二名上去了 你觉得会不会有社会冲突 会哦 到时候可能会动乱 会不会大家不服气 会暴动 把我们这百分之四十的 我们这第一名明明就是最高票 你把我们当做什么 会不会 要不要社会成本 这个社会成本更大 国家陷入混乱 没错 好第三各位有没有想过 欧晓玲哥哥好笑 有利于小党错啦 老实说啦 这是有利于两党啦 为什么小党大概就选不上了啦 但是小党会 有利于大党啦 对 可是小党会有一个很大的法宝是什么 因为没有人过半 所以怎么样 我可以要很多东西 私底下的案盘交易 腐败 分赃 会有多严重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代价是什么 有太多的这个状况 或是现实的情形 好像这个学者都没有考虑到 所以是不是欠缺了一些经验呢 当然现在整个的国民党立委的质询 出现了一些状况 出现了一些笑话 明显怎么看待这样子 这样对国民党会有好的帮助吗 其实制度无法改变政治纷争啦 过来你看过去几个 包括从马英九执政 甚至蔡英文执政 完全执政啊 蓝绿和解了吗 朝野和解了吗 都没有啊 你不管得票率60% 甚至我认为得票率90% 都不可能朝野和解了 一照目前的环境 那譬如说 一样啊 大家譬如说 好你在检讨最近的质询 翁晓琳 我认为他当然 他有他的法学专业啦 那可是也不是说 他主张的就一定对 譬如说 现在到底只有修政务总统选霸法 还是要相併修宪 那现在当然立法院 没有啦 只是说他的主张 怎么让大家觉得有点 荒腔走板 我认为他有他的主张 可是这个法律 这个修改政务总统选霸法 已经立法院复委了嘛 那复委有复委的程序 接下来我认为要举行公听会啦 那他讨论说 这个是单纯修法就可以了 还是 有人主张说 还要修宪 宪法就不是这样规定啊 你等于就要修宪啦 还有这个案件是这样 到底要一轮或两轮 都各有主张啦 其实国民党内部对这个也没有共识啊 这个案子也不在 国民党优先法案里面啊 我自己也认为 我认为一轮制就OK啦 但我也认为一轮制就OK 你到二轮的时候 依照目前的规定要14天 而且第二轮的时候要决定 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采取二轮 可是到二轮的时候 投票在降低 都各有优缺点 那有个重点啦 翁晓琳提这个 是不是你们的优先法案啦 我刚讲不是我们优先法案啊 而且那部也没有共识啊 而且那个赖斯堡委员 他们说过 二轮的时候相对成本比较高 社会不一定有共识 他有他的想法 学界有认为说 二轮二轮的想法 就是说少数总统 要解决少数总统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民党刚执政要起步 现在是少数政府 要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 好你可以说 修理在野党在野党强势 强势问政强势执政 像你们有讲到罗志强 问法比较强势 过去民党问也有更强势的 我们要讲某某某某哪个委员 在挖入委会主委王伟奇的时候 我说我是你们爸爸 有没有这有没有过 所以我就说 不管谁执政上 少数政府是这样子啦 要来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2016有说过嘛 谦卑谦卑再谦卑嘛 那我觉得说 现在赖清德准总统 现在在进行主折的过程中 我认为赖清德也是对的 他也没说太多话 所以反而说 你现在陈建仁在立法院 被巡的时候 有没有太过于强势 如果说 委员你说的多行 你说的没有逻辑 要讲说你在浪费时间 我觉得这都不好啦 没有啊 因为那是相对态度 我觉得不好啦 所以我讲说 要怎么去处理 就是说现在民党还是要体会 还是少数政府啦 毕竟未来蓝白还是多数 所以未来立法院怎么去 怎么去做互动 怎么去找到那个互动的模式 我觉得未来 没有你再来 你不管谁多数 谁少数 一轮或二轮 都无法解决这种朝野对立的情况 我觉得这对国家有个好事啦 也立委的质询你要强势OK 但是要有内容啊 乔委员 昨天是不是遇到罗志强 哇 很强势 但是都没有给邱泰山回答的时间嘛 结果说等到邱泰山有时间回答 他人家跑去吗 跑去说柴子又拨抖了吗 拨抖有没有 我是不知道 因为我是他的后边那个嘛 所以我就亲眼看着他 他冲冲噔噔噔跑掉了 他跑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在经过他这样轰炸了十分钟以后 我就想说忍不住 刚才上台的时候 我就说哦 这个邱主委你真的很厉害 他这种问法 你还可以这样应对 虽然他都不给你回答 但是你至少还可以这样往来来回 像我坐在台下 我都已经被轰到 我现在要讲什么我都忘记了 邱主委你真厉害的 对 所以我是这样讲的啊 但是没想到他晚上还写了一篇脸书 还会来说 我说他跑掉啊 怎样怎样怎样 我连这个都要这样子再亏回来 再骂回来 我觉得这个罗委员真不愧是 蓝营战神之一啦 这一点都不能输耶 但是我其实从这 立法院大概也开议了 现在3月10号左右了嘛 对不对 我们也开议了一个多月了 其实大家都在适应这个 你应该看了蛮多蓝营新克立委的 对新委员的风格 那我想社会上都有评价 可是我们必须发现有两个点 可以值得大家观察的 就是第一 我在想哦 这个蓝营的共事营的时候 那个三天两夜神奇的花莲 三天两夜的时候 是不是一起教了他们 一种什么样的质询方法 比如说你们就是很大声 然后不停的问问题 然后都不要给 合员回答 对因为你的问题就是一个接一个 现在很妙哦 因为你这样听几个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如果你转开这个立法院的直播的时候 你还会看到他们说 张义善 你是不是今天早上有吃葱油饼 没有我没有叫你回答 你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然后你要讲说不是委员 我今天早上可能还要配豆浆 你不要跟我讲豆浆 我就是问你葱油饼 是或不是 你就这样单纯回答就好了 好 你不回答 好 下一题 你不回答 你不尊重我 就是都这样 你藐视立委 你只能是或不是 然后你要跟他解释其他的原因 说因为今天葱油饼的店没有开 所以我刚好选了一个 他我不接受你这个 你这不在我的范围之内 你藐视我们国会 下一题 就是用这种方式 藐视国会罪 而且一定要很大声 所以会非常的 我那个Apple Watch 就会不停的 只要是委员会的时间的时候 就会分贝会超高音量这样 而且一个两 一个就算了 以前我们大概知道说 我们特定的委员 大概是用这种风格 现在不是 一个两个三个 都是一样的状况 强势但没有内容 对 所以你发现 只有yes or no的时候 只有是或不是的时候 其实你问不出政策的细节 你没有办法 就政策的好坏 做一个对议讨论 而且很多的问题 不是那么单一 是或不是这样子 中江科很清楚嘛 其实对政治有了解的人 政策是把所有的意见 柔和之后 变成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 大家可能虽不满意 没有一个人 真正百分之百满意 但大家都可以接受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他是最大多数人的 可是你如果 只有是或不是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是这样的话 好这是第一个 那但是第二个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 刚刚明贤哥有说到说 我们那个蓝宁 也有所谓的优先法案 可是你回到立法院去看 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蓝伟提出来的 所谓的法案 或关心的题目 大家要知道 像翁晓琳是在 直询台 那个直询台 是对着陈建仁院长 是所有的部会革命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 一个会期只有一次 就这样的时间 可是他提的是这个 宪政改革 所谓总统投票制 跟蓝宁的优先法案 有关系吗 没有啊 刚刚明贤哥也说没有啊 所以意思是说 他们都把最重要的时间 花在什么 花在 我总统到底游戏规则 要怎么改才会赢啊 对 他们其实都在讲这个 你看他讲的是什么 不在籍投票 讲的是 中配可不可以有身份证 讲的是总统二轮制 想尽办法把自己的选票增加 对 所以我的感受就是 奇怪了 这些人不是说要 服国立民 国民党要重返执政吗 可是事实上 你从他的这些法案 和他的直询的方向来看 你会觉得他就只有 一走不出一一三 二瞧不起民众党 对啊 就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两轮投票 我就赢了 对 瞧不起民众 搞了半天 就是要想尽办法 让自己的选票 能够增加了 但问题是 那跟民众有什么关系呢 民众比较这个 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蓝白阵营 有没有去想办法呢 还说永远都想了 自己的政党利益呢 一三中怎么看 这些蓝白的这些立委的质询 那有人就解读了 国民党是要重返执政 还是想要永远当老二呢 对 刚才讲到翁晓玲 这个所谓的 二阶段投票的问题 柯文哲就跑出来蹭了 跑出来 所谓的置入性行销 把翁晓玲的影片 置入到柯文哲的议题里面 结果果然歪楼了 本来是说真的 我觉得所谓 不管是一轮二轮都可以讨论 但是必须在 宪政层次上面讨论 为什么要在宪政层次上讨论 因为他才具有选举的稳定性 总统制度的选举的稳定性 是必须被确立的 不是说我下一次 国民进党的立委比较多 我直接改成说 民进党的立委来投票就好 这样子整个选举制度的 不公平性就会出来 所以总统选举的稳定性 必须定在宪政层次上讨论 而这个讨论 必须在修宪层次上讨论 所以翁晓玲 你不要修法 你提修宪 我觉得不会反对你 你讨论到修宪层次 大家好好来讨论 但是柯文哲马上歪楼 又开始蓝白的老二老三 之争又出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嘛 所谓的二阶段投票 所谓的第二轮 谁是第三名又出来了 他故意要歪楼 说我对两轮投票没有意见 你对两轮投票没有意见 下一句话就不用讲了 下一句话就不会说 你是上次 下一次你会第二名 或上次到底民调 到底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三名 又出来了嘛 所以蓝白互斗又出来了嘛 这是柯文哲的目的 而柯文哲乘声量之后 国民党要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说你们现在所提的法案 其实都跟柯文哲一样 陷入了这个哀伤五步曲 走不出来嘛 陷入蓝白和那个纠结 走不出来嘛 还在想说如果当初侯柯佩 我侯友余做总统了 今天没有赖清德了 柯文哲不是也是这样吗 柯文哲更夸张 他说只要年轻人 全部都出来投票 我就赢了 所以他第一个怪的 是年轻人不出来投票 第二个怪 大学毕业 没毕业不能投票 我就赢了 他说大学毕业来投 我就赢了 对 那比翁晓林更夸张 所以然后第三个呢 外配陆配 如果更多的话 我们国民党民众党都会赢 所以国民党要修陆配 六五年修准四年嘛 所以所有国民党民众党 现在讨论的议题 还纠结在总统 我为什么会输 他们就是不愿意 承认赖清德 再过两个月之后 他就是中华民国总统了 这个才是蓝白 现在所有质询也好 所有的提案也好 他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还困在这里 走不出来嘛 而所谓的 服国立民的法案 只不过叫做 造福国民党 土立民众党的法案而已嘛 因为你们都在选票思维 选票思考 基隆市东岸商场的争议 现在基隆市的地震事务所 已经是霸王硬上攻了 把这个有产权争议 已经登记到基隆市政府了 那这基隆市长 谢国良今天就受访 他就呵呵笑了声声说 这本来就是属于基隆市府的 所以谢国良赢了吗 瑞德哥 现在我比较好奇 基隆市民怎么看待 就是说谢国良好棒棒 保护市场成功了吗 事实上呢 那么基隆市政府当时订约 是跟大日订约 那么大日另外跟 Net订约 所以呢 这个有很复杂的三角关系 不过因为当时呢 由这个Net出资三亿多 把这个号称是鬼城 又脏又臭又乱的 这个停车场呢 后来改变成很漂亮的 一个金基姆商场 然后呢 当然人家出了三亿多 那么绝对不是这个 莫名其妙出这笔钱嘛 所以后来Net也不甘心 所以他去年12月的时候 也正式向民事法院提起 这个有关于产权的这个诉讼 照理来讲 照理来讲 那么基隆市政府 应该等到这个产权 这个告一段落 就是官司告一段落的时候 你再去进行 这个所谓的登记 你自己本身是基隆市政府 你自己的土地 这个土地 土地事务所 那么地政事务所 你登记 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你现在还在这个 还在官司啊 还要诉讼 要经过看这个民事法院 那么一审判刑以后 如果判决出来了以后 到底结果是怎样 再经过 对方应该会上诉 所以高等这个民事法庭 那么他判决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了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是打的是民事纠纷 所以呢 民事纠纷的官司 所以事实上意义不大 那么当然 站在基隆市政府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法律立场 他认为说 这就是我的产权 从头到尾都属于我有啊 然后我是征见啊 或是怎么样了 但中间站在Net的立场上 他有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两边都去收购 其实基隆市老百姓 我觉得对这个部分 他只有干管的官杆的问题 而不是在这个民事纠纷的部分 他们不会在乎那个产权 对 你这个产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 我觉得基隆市民 他比较不会在乎这个 他比较在乎的是 这个官杆的问题啊 为什么 谢国党的处理过程的手段 一个多月了 你在搞什么鬼啊 我想坦白一个多月 基隆市政府 你们在搞什么鬼 跟基隆市长 你们在搞什么鬼啊 可以让这一件 本来很单纯的民事纠纷 没到现在也没收拾 我问你 基隆自由史以来啊 基隆建港以来 什么时候 比这两个礼拜来的新闻 那个相关的建暴力 跟讨论度 有那么高过 对 可是不幸的是 这是负面的 这如果是基隆很光彩的部分 那我觉得基隆 那是基隆人的这个荣耀 问题是不是 这不是基隆之光嘛 很简单嘛 为什么 因为一连串的 荒腔走板的行为 到后来 因为有民间人士说 扬言在网路上 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嘛 竟然爆出说 要去罢免这个议长同志位 然后呢 还有竟然是出动了 所谓恶性 大家都知道恶性 跟那个谢家 谢国良他家 有千丝万里的关系嘛 很简单嘛 那谢国良竟然说 他不知道 你呢不知道 是不是跟你那天 在2月1号 进行破门 前一天晚上 你两度在市长市 召开这些相关交通处 跟这些警察 相关的请教会议的时候 你现在也说你不知道 你说你也没有下令 意思是一样吗 你自己逼什么样嘛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现在到底谁下令的嘛 所有的一切症结 都在于你的手段跟方式 你的手段跟方式 如果不要找 这个负责侦办刑案的警察 警察是国家的警察 薪水不是你基隆市长的 这个等于私人的掏腰包 来出他们的薪水 然后变成你私人的保镖嘛 不是嘛 所以呢 大家的争议点在于 你怎么会这样做 你如果就这个部分 当时道个歉说 哎呀这样子不妥 事实上大家可能 不会那么生气 到现在基隆市警察局长 说他不知道 对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基隆市政府 是在闭什么 不知道可以随便 有一个交通处的一个 随便的一个什么 科员科长的 就可以调动一堆警察去吗 你是没有政府啊 是吗 我说谈配的嘛 是谁负责调度的 是谁负责安排的 是谁负责支援的 最后是要谁负责 这个负所有的行责的 是谁嘛 没有人知道啊 现在没有人知道 现在就说不知道 就以为可以撇清责任 我告诉你哦 到了法庭了以后呢 简单不会因为你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这件事情 都没有你们责任 不是的 你是民主 缺分不不对 但问题是 你会说 我人家说 我是基隆市政府 这是我的 我也没什么意见啊 到后来 他荒腔走版的那个直播 又开那个什么记者会 荒腔走版直播 去骂人家民进党的那个议员 然后开记者会 去讲一段嘴 甚至还扯到林佑昌 什么吸毒 要去自清 有没有 讲一段嘴 最后还举办了 莫名其妙的里民大会 所以你使这件事情 无以复加的让彭大嘛 还跑到台北来找立法院长 韩国瑜 然后中国国民党 还为了这个事情 中国国民党还跳出来 连党主席都讲话 是你自己使这个案子 陷入无以复加的这个地步啊 然后呢 是你们自己不断的提油救火 如果很简单 我跟你说通通到尾 都是一个产权之争 这样而已嘛 但是不要小看 为什么他昨天突然间 那么昨天突然间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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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因为他已经秀到 如果他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呢 这些事情 全部都会拼出来 你是 你请问一下 你是靠什么拳掉的 你谢国梁是靠什么拳掉 我说我拍照 骗选票嘛 狗狗罗的事情 骗选票不是吗 狗狗罗这个后面是 五万台做不到不连任 你现在已经没有连任的资格了 因为很简单 你虽然在狗狗罗的背后 弄了一个所谓的同款式 同等级同款式 但问题是你到现在只有一百台 你做不到五万台 你绝不连任 现在不是你连不连任的问题了 你那一万七千多个的 那个确诊者的基隆市民 因为你说确诊者 一个人花一万 结果全部跳票 只有中低收入付 你这所讲的一切 是你当时骗票 可以当选基隆市长的一个原因嘛 单单这些事情 再加上你现在黄墙走板的 这两个礼拜的时候 干的这些事情啊 你真的认为说 那么到时候真的 基隆市民不会把你给罢免掉吗 你如果真的 真的 如果你也说要罢免 像国民党他们党部 推出了什么要罢免 民进党议员跟罢免 民进党的这个的议长 对不对 要帮大家帮得更大的 全部国民党的议员 全部我们也来罢免 我说他们 使用无论区的鸡党市 买收山 我跟你说 就算民进党的议员 有几个被罢免掉 你的市长罢免掉了以后 大家小牌 大家还滑得来了 你真的要这样 玉石俱焚吗 这国人争议一锣筐 但是让人家不要担心 是不是使出两面手法 甚至暗黑手法 因为他的自家企业 二姓企业这个员工 已经被指派 要一个带四个 甚至张志豪议员 昨天在我们爆料 他是一个带十个 要去联署罢免议长同志伟 但是我们看到 同志伟跟谢国梁 两人昨天握手破冰 而且是同志伟 特别是走到 他的市长位置 所以我们看出 照理说基隆市的议会 议长的位置 是比市长还高 但他还特别走下来 显然谢国梁 姿态蛮高的 杰明哥 这个谢国梁 这样子缓和气氛 真的有收手吗 谢国梁有没有收手 其实基本 有没有缩手 其实基本上来说 这还是暗潮汹涌 因为他的目的 我们把这个目的讲清楚 大家都知道 这双方这个握手 其实是不同的概念 第一是 这个手谁握出来的 不是谢国梁握出来 是同志伟 从议长的位置 去跟市长的位置上面 他要主动握手 同志伟主动 不是谢国梁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同志伟讲的话是这样子 希望大家良性互动 理性回归市政讨论 共同促进市政发展 坦白讲 我觉得这些内容 还比较像市长在讲的话 意思说呢 我身为议长 我愿意支持你的市政 我们继续在议会 把市政给做好 他的说法 是有议长的高度 同志伟还比谢国长沉稳 那你对议长的说法 应该说 对 我希望在议长的协助之下 我们市政可以继续发展 不是 他马上讲一句话 他是说 相信不分蓝绿的民众 对于罢免都很反馈 未来不要有这种情况 再说什么一件事情 意思说 你不要再罢免我谢国梁 我就不会去搞这个 问题是 不是绿营发动罢免的啊 是啊 所以你从这两段话内容 就看出来两个人的格局 他脑筋 就谢国梁心里面 对于罢免这些事情 请问一下他在不在意 超级在意嘛 但是对议长而言 他在乎什么 是金融市民的权益嘛 市府跟议会 希望能够彼此尊重 继续来发展未来市政嘛 我们从这两段话来看 请问一下 谢国梁在不在乎罢免 超级在乎啊 因为现在尤其是年轻人 要不然他们的党部主委 怎么会这样移押还押 你知道 你罢免我市长 我罢免李毅元 你知道这是 而且二姓的事情 录音带都出来了嘛 那现在责任 谢国梁没有扛嘛 结果梁说不知道 对 二姓的事情你不知道 二姓是你家的 你会不知道 你是家庭不聚餐啊 好了 当然这件事里面 背后的因素里面 谁来扛 结果呢 是跟二姓没有关系的 好 基隆是国民党党部主委 站出来说 我来扛这个事情 所以 党部主委说 有他们的反制小组 是 所以嘛 那这反制小组 是你国民党的 这个党中 国民党党主委 这是你家事 可是二姓是一个私人企业 你把经理开了会议 而这会议里面 讨论的事情 是要大家至少拿 四到十个人 而且把名单上 名字都露出来了 上面有写 童之伟三个字 有 非常清楚 童之伟张之豪 总共是有四个人 四个人 每个人都请大家 上面就是童之伟 然后找人罢免 然后童之豪 下面找人罢免 这表格都已经写清楚了 所以回来一个问题 事情是 从这个表格 我们听 我们的观众 你感觉什么 感觉他有真的要 就是认真在市政吗 没有 他还在玩罢免的事情 那杰明哥 因为我关这个地震局 去提前登记 这个登记动作是怎么样 谢管理人觉得 方面他们是赢了吗 就觉得 可以赢得 基隆市民的支持 哇 市政府赢了 登记到了 这是他的笑容 然后接着就是一句话 这个事情 是本来就该归市府的 我们从这 我们从现在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对于 基隆市长的问题 就很单纯 到底警察局长 你可不可以指派 人家去冲吗 这是很单纯的问题 在法院还没有给你 进制定之间 你可以说这件事情 基隆市到底没有司法 那现在基隆市 已经是连民政法都破了 我们在这节目上 早就讨论过 所有的民政单位 现在扣除基隆以外 基隆以外 所有县市的民政单位 只要你的产权 是有争议的 民政单位 绝对不会把这个建筑物 就立刻成为藤本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全台湾除了基隆以外 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这简直破坏 所有的行政法 因为我们要说一件事情 当然民众 其实基隆市 是基隆民众 他们可能并不是 不是那么在意到底 这个是规循的 他们比较在意的事情是 我是不是真的有损失吗 你GoGo让我已经损失了 原本答应给我一万块 我没领到 这很现实问题 那我已经看到 成绩转移转已经弄好了 我们每天十几万在等公车 我们还是要像那种 天气比较冷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去等了 我们就在外面等 我们要赶快启用 对吧 我们赶快启用 现在最近说法 七月要启用 七月要启用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事情 七月会启用吗 他还继续玩螺丝钉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已经引发民众的困扰 那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 他变成英雄了 他红内裤外穿 耶 你看到没有 这块土地我拿回来了 他试图用把这块土 这个建物拿回来 掩盖他拿了 比较少的权利金 但我们还是要把现实面讲清楚 我们在取得部分 你告诉我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是Net 这个无庸置疑的 在法令还没有把这原始取得 经过契约结束 合议返还之前 Net就是这个建筑物的拥有者 而且法院现在都还没办的时候 这个人 我这样说 这张纸的成立 它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我为什么说悲惨 因为现在Net律师 已经要告地震局长 你何其的可恶 你今天去冲那个Net的时候 你把责任归到交通局下面 一个科长 现在为了满足你个人的欲望 现在这个责任 要这个地震局的局长来做处理 你会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是的确 因为这后遗症恐怕会很大 因为到时候诉讼会怎么样 都不晓得 只说现在谢国梁呢 一推二五六 通通说不知道 包括之前呢 是不是动用这个警察权 他也说他不晓得 警察局长也不知道 然后种种的这个争议 那再来包括 因为刚才也提到 哥哥尔就已经跳票了 还有比较新的状况就是 有四个停车场 通通是最低价得标 然后呢 记者也去问谢国梁 谢国梁也说 我一无所知 你们去问交通这个处长 易三兄 是可以这样子吗 他怎么可能讲说一无所知 谢公子 因为是叫公子 所以旁边一定要有很多苏童 所以那个2月1号警察强闯的时候 那个苏童就叫交通处的处长 那违法登记net做基隆财产 那个苏童就叫地震处的处长 那个连那个2月1号的公文 下面联署的 下面签名的 他是请假 代行的是副市长邱佩玲 连罢免案 恶性 人家公布恶性 说要去罢免同志位 国民党的党部的主位 跳出来说 我也要当谢公子的苏童 所有事情都有人扛啊 所以谢国梁当然不怕啦 先讲到一个哥哥老 每个动作都有人背锅 都有人背锅 绝对有人背锅了 哥哥老是他选前的证件 这件事情谁背锅 只有100个 100辆 我猜 这里面大概100辆 有98辆是在基隆 在做所谓的UberEat的人 才会去申请的 据说有去动员什么蓝银的青年 赶快去登记 没有UberEat划算 因为他的所谓的月资费 月资费多少钱 1000块钱 月资费补助什么 就电池嘛 如果你买一般的机车 要加绑约5年哦 绑约5年加进6万块 6万块我给他买一台就好了 现在都还有分期付款 一个月也不过才缴1500 1500那一台就是我的 他说要补助油钱 补助所谓的电池费 我以前做过UberEat 我很清楚啊 一个月1000块跑不完啦 1000块就找不到啦 所以会去拗这台车 通常都是说 我算算了 我如果每天骑UberEat 我才划得来嘛 如果我不是骑UberEat 我不是骑UberEat 去工作的 我每天上下班的 我可能骑不到2公里 3公里 但是我的资费是1000块 我要绑5年耶 那有买盒嘛 所以我油钱不用那么多嘛 所以他这个政策跳票 是铁定跳票 因为你当初就是月资费 给他弄太高 又绑约了5年 而为什么要绑约这么久 厂商才愿意买单嘛 不然我厂商也不是攀啦 厂商也要赚钱啊 你提出了证件 我为什么要帮你谢国良买单 结果就是厂商买单 不是厂商买单 结果是基隆市政府买单嘛 基隆市政府买单嘛 不是嘛 就是所有的市民买单嘛 那有没有GoGoRoad 也不是啊 都是其他品牌 都其他品牌 他说同等级 所以没有一台是GoGoRoad 没有一台是GoGoRoad 他说同等级的机车 但是GoGoRoad 那个字给他弄那么大 我也就算了 因为你说真的 你当初选钱的所得支票 你进到市府之后 你也不能指定品牌 这是合理的 他不能指定品牌 他要让厂商去标嘛 重点是 你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嘛 你本来是要说送的嘛 结果你不是送嘛 你是等于是租机车给市民嘛 而租机车的月租费 这么高的情况下 我只有Uber E的 才会去做登记嘛 所以才100名嘛 不是5万名嘛 这个来了嘛 他基隆市政府买单的 还有微风这个案 到最后也是基隆市政府买单嘛 为什么这么讲 你如果当初在标案里面 你把这个二楼到四楼的 所谓的民事纠纷 你直接放在招标书文件里面 你招标出去没有意见了 就变成是微风跟Net的事情 跟我基隆市政府没关系啊 你现在把它放在招标书里面 你现在用警察强行接收 你现在叫地政局直接登记 未来不管是Net 告基隆市政府 如果Net赢了 那不是Net跟微风的纠纷 微风才不管了 我善意第三者 微风还要算 我如果2月1号要营运的话 你没有交给我商产 是你基隆市政府违约 我还告你基隆市政府 微风可以叫基隆市政府赔偿 赔偿没错 变成是两家厂商 都可以跟基隆市政府求偿 你共青变鼠主嘛 结果买单的是谁 当然不是谢国梁公子哥啊 全部的基隆市民 都要帮谢国梁背锅 都变成谢公子的书筒 基隆的情统场事件 真的很大条 因为你知道 他们这些投标的 每一家厂商 要嘛就是藐视新北市 因为其中有标到 新北市市民停车场 要嘛就是藐视台北市 有的是标到台北市 台北车站 地下停车场 因为车场很大的 人家管理能力很大 有的是藐视到桃园 因为有拿到 有的是桃园的那个交易 我们说他们的艺术馆 艺术厅的下面的停车场 你意思说他在别的地方 都标金都很高 对 唯独在基隆市最低 对 我意思说这些人 他们其实在基隆市标金都很高 他在其他地方都有业绩的 结果竟然让一个得标者 这些人他也是有业绩 但是他钱比人家少了三十百万 然后你说其他人的资格不符 这些人都是在新北市 在台北市 在桃园市 就是那些没有得标的 都是大厂商 所以基本上基隆这一次 让其他的停车场 因为什么资格不符 有力标不合的时候 他直接藐视台北市 这个才真的要送检掉 当然有问题 而且我刚才是忍住 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国民党议员 一定要捍卫国民党的人 我这会合理 可是你知道他们基隆市 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事件 送去检掉吗 是因为他们在议会的时候 说他要把林佑昌 过去的事情送检掉 然后议员就说 那比照办理啊 然后基隆议长就说 那渐请 就这句话 后来就爆出了恶性事件嘛 他就鉴请 就是童之伟的财势 对 童之伟的财势 就是鉴请基隆索尔 现在包括这个停车场的案子 还有东区的这些事件 全部送检掉嘛 是议长裁处说 建议后来就二性的事件嘛 因为这事件很大条 童之伟其实是公正处理啦 是啊 因为议员 你要送通通送 对嘛 要送就送嘛 不是谢国良自己要送的 是谢国良在议会呛声说 我要把林佑昌送出去 议员就说那比照办理 他脸上无光 这些案子送出去 我觉得故事才是精彩 所以为什么他们都 所以为什么谢国良 哈哈大笑嘛 说不知道 一切交给这个交通处嘛 因为这事情很大条 因为每一条差的都是三四百万 对 明显议员 怎么看这个状况的发展 谢国良是有灭火 还是提油救火 现在事情越来越大条 第一个刚好昨天跟谢国良市长 在一个餐具上有稍微聊一下 真的哦 你有跟他 有遇到他 我就建议他啦 因为他也这么做啦 就说前后任的 包括现在基隆市 这种其实很多交通局 对于说停管处 停管过去 包括我们停管处嘛 就说交通局委外的一些停车场的招标 他们是有疑虑啦 林佑昌任内到他任内 到谢国良任内 所以我建议说 林佑昌也指控谢国良的招标有问题 那谢国良政府也指控前朝的事有问题 就这样子啦 就不用互相指控来指控过去 那有时候因为外人也看不清楚嘛 全部移送减掉 那想干单啊 全部移送减掉 所以都移送啦 包括谢国良政府指控林佑昌 到底有几个招标案 不论姓二 包括其他所有招标有问题 你不论是大日的哪一些有问题 通通移送减掉嘛 他把自己任内的也移送减掉吗 都送 全部都送 底下那个政府官网就够缺 都送嘛 公务员嘛就缺 也不是缺啦 这样自清嘛 自清如果你要检验别人 那你自己要厘清嘛 而且大家你说这个招标 到底说金融市政府登记产权有没有问题 他其实跟大日 大日又跟net 所以这个大家其实啊 刚才瑞德说要想强策嘛 这是产权纠纷 第二个 政治危机的处理是这样子啦 这移送减掉的自清啊 这代表说我愿意移送 好啊 我接受检验啊 第二个行政上 如果大家民进党你认为说 哦他行政上还是有任何疏失的话 加上一下嘛 这个不可能谢国良自己移送嘛 民进党团在把谢国良移送监察院嘛 这叫行政调查嘛 这是一部分 罢免呢 叫恶性员工去联署 没有啦 他恶性员工他没有啦 因为他讲的是说这样 他对罢免 他是采取保留的态度啦 他不认为说应该用罢免 他说他不认为同志委 他说他不赞成罢免 可是自己的企业员工去联署 党部有发动 可是他也不赞成罢免 然后咨询老张 大家讲立保院在咨询 希望可以可以理性 我同意 可是在基隆市议会咨询 也要理性啊 你送那夜尿杯 没必要啦 送礼物的 送完夜尿杯有这么严重吗 送礼物我觉得最漂亮的 要学王世坚 要学坚哥 坚哥在台北市议会 每一次一起开会的时候 送到大家都去联署 那台北市长有认为 王世坚在羞辱吗 没有啊 你不要送夜尿杯 夜尿杯那个老讲 我觉得比较贬义 不是他自己讲 他自己要去验啊 所以没有 送东西要学 我觉得民党团问证 可以学校王世坚 王世坚送了就很有创意啊 每次送到大家去联署 柯文哲和王世 跟万安每次 也都是笑笑的接受啊 所以果然我们跟你说 他把那个夜尿杯 丢到地上他也后悔 所以我刚才真的是 你刚才讲 就说直询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嘛 比如说国民党立委 在立法院咨询 太过于强势 民党会骂啊 如果这个事情 对张照来讲是好事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像狗狗的这个 我就说当然 这有限利标 跟指令标的问题 目前申请的量太少 对谢国良就是检验嘛 不管是怎样 站上进厨房就不要趴热 所有政绩都可以接受检验 那至于这些案子 老讲 你对过年前 说什么 现在说一个月啊 检验谢国良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最后 你要不要讲 这是政治攻防一套 司法的部分 我觉得最后才能 厘清司法的真相 美美姐 当然就说 基隆市员校监督嘛 可是是谢国良 自己一直在开战场 那那个战场 是还他自己 还去交易新闻 去这个联署罢免 那你还要去怪绿营吗 这一切的危机 始作俑者 自己往自己身上泼汽油 然后呢 汽油已经快挥发的时候 又再到一桶的是谁 那就是谢国良自己嘛 刚刚明贤说 那议员就多多监督 很好啊 一监督你一咨询你就要被罢免 天底下有这种事吗 议员的职责不就是在监督吗 不就是咨询吗 请问一下当初韩国瑜被罢免的时候 高雄市党部有出来说要来罢免 这些来这个议员吗 咨询的议员吗 没有吗 为什么就发生在基隆 你不要跟我说跟谢国良没有关系 就刚刚易善所讲的 是不是大家都要帮他背锅 但是谢公子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被锅可以大家背 你可以逃得了干系 我可以告诉你 很可能到最后结果是 你可能什么都逃不掉 你可能有民事跟法 跟这个刑事的责任 为什么这样讲 第一个 刚刚你明显说 什么都送检掉 很好 你如果这么遵照法律的话 我请问你第一点 为什么在产权有纠纷的时候 明明已经案件细数在法院当中了 你要2月1号 叫警察佛小公吉 然后你谢国良切割说我只是听取报告 开玩笑 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县市里头 有权来调动警察的只有一个人 叫做县市长 而且警察绝不介入民事纠纷 只介入刑事纠纷 这次产权有争议 完全是民事纠纷 警察会进去 分局长穿便衣 请问一下 是谁下的命令 谢国良不要再推脱了 不要再推脱了 什么你只听取报告 不要玩文字游戏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地震事务所地震处 跟不可思议到极点 你谢国良已经被告强盗罪在先 我现在在讲 你简直下来这件事情 真的叫土匪 叫强盗的连续犯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是政府要申请 这个所有权登记 你必须要跟谁申请 其实金融市政府 是要跟地震事务所申请 地震事务所有义务接受申请 那他要公告 公告这有一切依照法律来 法律的规定很简单 就是说公告一出去15天之内 看有没有人异议 如果有人异议就要送调除 那他眼睛很亮哦 哎呀一看到 上网一看到 马上第二天就去异议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要送调除 退回 没有 没有调除 他没有调除啊 他什么 他进行 进行登记 继续进行登记 对 我告诉你 不可以 这个单单这一点 是可以送公务员惩戒的 为什么 因为地震事务所他只有受理登记的权利 他没有驳回意义的权利 他没有 不能驳回 他不能驳回 就他完全没有经过调除 他跳过法律程序 他进行登记 而且是登记完成 各位 依照土地法68条 登记有绝对效力哦 好 我现在讲问题严重在哪里呢 那现在有可能 法院如果判决是 Net赢 那就有个撤销吗 我告诉你 Net赢的话 那问题大了 第一个我跟你讲 Net可以跟基隆市政府单单民事 要求什么 要求国赔 这个又是纳税人钱 国赔 因为我的财产啊 基隆市府要赔了 要赔了 第二个 有可能有刑事的问题 这不是撤销登记的问题 刑事的问题 请问一下 这个移转 产权移转的话 那是土利基隆市政府吗 还是土利威风吗 有没有土利罪的问题 这查下去不得了 然后谢管 你不要跟我说 你不知道 对不起 不可能不知道 那地震处也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再来 我们觉得 非常可怕的一点 就是说 他这个样子做 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各位 警察攻坚 我不知道 我只听取报告 然后呢 这个地震处这个事情 可能他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呢 当天呢 那个批公文 我也不知道 因为是副市长戴绝刑 好 罢名的事情 各位你们知道吗 恶性的理事主席是谁 我告诉各位 恶性的理事主席就是谢国梁的妈妈 那就自己的公司啊 对啊 谢国梁说我不知道 好 现在又被踢爆了 谢国梁这好像不是第一次 请问一下谢国梁 你选立委 你选市长的时候 有没有动用到恶性 选钱就有了啦 有没有 选钱就有了 好 这一次出来 对 就像是那个张志豪讲的 小社才四个 大社可能要十个 或甚至十五个 一代十到 对 十到十五人 那我请问你 他们是来你公司吃头肉 不是在你公司副镇定的 结果你可以这样子搞 然后你说你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 谢国梁不要担心的 可能不是连任不连任的问题 而是你会不会真的被罢免的问题 这样一搞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预见一个 来这个仲将 多少% 就可以罢免掉 你告诉我 他们那个票数不多啦 七万多票就可以罢免 25%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好了 你罢我罢大家罢 基隆变成罢免制度 市长被罢免 大家会讨 我告诉你 罢光光 对 罢光光 好了 基隆市民会怎么讲 那我觉得有一个人 可能会很高兴 你知道谁很高兴吗 柯文哲 N加1计划 第一个实验区就在基隆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因为都被罢光了 那我最后只请教一下 基隆市民 你们有光荣感吗 以前基隆是这个样子吗 而谢国良 从你的人格特质 什么你都不知道 什么你都切割 乃至于你罔顾法律 你强行一切 你简直像强盗的连续犯 那你的狗狗龙 你也挑票 你到现在这一切的一切 你没有给个清楚的交代 我请问一下 这种人配当基隆市长吗 国民党你要再挺下去吗 看到现在新竹市府 高宏安陷入官司的审理当中 那现在因为爆出所谓的案外案 金利汤 他的费用退回去 那就是去向沉迷 那高宏安就说 我不了解状况 杰明哥 这让我想到 谢国良是这样子 遇到有争议了 我不知道 统统不知道 不了解状况 这样子就能够撇清 那个钱可能回到 他口袋的争议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委员会讲更清楚 是因为他参加了一个群组 这群组就是你可以喝金利汤 然后他这小姐就跑去参加了 就拿到了金利汤之后 对方说 这个我们先付1000块 然后每个就是吃吃喝喝 就把这喝到 这个1000块没有的时候 再补 那他才知道说 原来要付1000块 那一般来说1000块就一张 通常口袋拿出来 就交了1000块 承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